各位,這裡有一個Tweet 就說美國拒絕對所羅門群島動用武力 如果中國在那裏建立一個永久性的軍事基地 這個根據一個叫Daniel Kurtenberg 他是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副國務卿 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 為了要證實這個消息是真的 我們跳了過去在衛報這邊 衛報這裡也有同樣的報導 這個他新准變成Ambassador 變成大使 又是這個人,Daniel Kurtenberg 警告說 這裏對地區性安全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跟大家看看內文 內文說 一個美國的高級人員 尊重U.S.O.F.I.S.O.F.I.S.O. 去了我們這裏的太平洋 拒絕 拒絕 肯定不用武力對付所羅門群島 剛才我說了 如果中國在那裏建立一個軍事基地的話 這邊他繼續說 就是所羅門群島的首相 表示所羅門群島 絕對是為了自己的問題 不會是軍事基地 但他就向所羅門群島施壓 如果中國在那裏 對本地地區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我們知道所羅門群島 離開澳洲 大概2000公里 他說 當然 當然 不過後面跟著一個 但是 當然我們會尊重所羅門群島的 國家主權 不過 當然是不過 他就說 如果有一個 事實上的永久 Permanent military presence 軍事存在的話 這個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y 即是可以將武力去投送的話 或者一個military installation 或者一個軍事設施的話 就會有非常之significant concerns 非常重要的 嚴重的關注 這裡 有一個回應 就是我們澳洲的 現在的總理 Strauss Mollison 這裏 我們昨天 我們叫做NZ Day 放了一日假 這裏就是紀念 我們軍人在進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會時 犧牲了些人 我們和A就是澳洲 NZ就是紐西蘭 這是一個紀念日 既然說 澳洲準備和戰爭 哇 要欺負索羅門群島 戰爭 如果你夠膽 和中國簽訂安全協議 但現在其實已經簽了 這一輪 不止美國 憑憑西方政客 走去索羅門群島 要欺負總理 總統 總理 要他們不執行 兩個國家簽署的事情 這裏可以看回Twitter這邊 我們看到有人說 美國現在正在破壞自己的可信度 現在已經是什麼時代 現在不是殖民時代 你靠軍部 而是靠兵力 在現在是不能再用的了 他就說 他只是對付一些弱的目標 弱的目標 弱的軍事力量 和一個分裂的人口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是中國 是不行的 這裏下面好像還有一句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 這裏大家看到了 從這幅地圖裏 我們看到是中國這裏 周圍 全都是美國基地 現在中國想在索羅門群島 就是在下面中間 澳洲上面的角落那裏 在那裏整個基地 美國就很呱呱吵 但是 在中國周圍 全部的基地 那是如何呢 這種雙重的標準 只是 在二十世紀 就得 今天是二十世紀 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那就應該 為甚麼呢 Is Solomon Island a country of people with blonde hair and blue eyes 索羅門群島的人 是否金頭髮、藍眼睛 當然不是 索羅門群島的人 是比較黑的 我們看到西方國家 雙重標準 他們認為中國在索羅門群島 簽訂一個安全協議 當索羅門群島出現問題時 中國可以派人過來幫忙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求索羅門群島 幫他們建立一個港口 這個港口 將來無論對甚麼都好 都可以提供一些支援設備 也可以使得索羅門群島 可以賺點錢 有甚麼不好 其實索羅門群島 基本上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基礎建設不好 如果和中國合作 做一些基礎建設 人民的生活肯定是會有所改善的 有些基礎建設 在這裏上 有些基礎建設